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安 我是天 这期影片会比较长 有不少观众希望我能做解说RP类型的影片 而信隆本身算是一艘很特别的船 不少人对于这艘船投射了大量的期待 那可以理解 我本人也是 所以本期算是信隆游玩时的思路分享 那也顺带提点一些游玩信隆时的注意事项 信隆不单单只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河级航母 更是游戏中首次要带有AP超弹箭报的特殊存在 它强度更是达到了T0的水平 基本上 当前版本的航母论输出的话 我觉得信隆真的是就是 就Top的 如果你觉得看影片太花时间 想直接知道结论的话 我可以直接跟你说结论 就是强到靠北 真的就是强到靠北 上一次让我这艘船出了会毁灭游戏生态的感觉 那艘船还是 纳西莫夫有补包的版本 如今 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玩信隆时 你要先判断对方航母好不好展 它的AP箭报在一般的情况下 可以做到连续投弹 不被航母本体的战斗机咬上 除了两艘德航以外的 其他航母都能炸得出装甲区 而一轮下去三个装甲区 更是有2万的伤害 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开局就去斩首航母啦 只是说斩首你可以把它列入 这个攻击的选择之一 当然实际点就得看当下的情况而定 那这边 开局的对手是骂他 就是一个很好的斩首的对象 不过 我选择刚刚先起战术中队去探视野 比较没有击枯压力 战术中队是白龙的 而炸弹和佳赫是同款 起火不错 伤害4颗可以破万 那接下来 上鱼雷姬 准备对 哥伦布 继续进行 豆腾的打击 不过可以看到右上角 哥伦布貌似是没有交损管的 没差 鱼雷姬 照样过去 消他的血 鱼雷姬 他的鱼雷姬呢 是有提供 补包的 而且他缩圈其实算相当的快 那这边哥伦布由于拉烟了 我们也就不在他头上绕了 选择投完一波之后 进行跃迁去削弱航母的血量 也顺便替后续的斩首铺路 那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鱼雷姬呢 是带祥赫的这个五十节高伤雷 一次起飞是三波啦 那一波的话是三架 单颗伤害大概七千 三颗的话不算鱼雷减伤 可以到两万多 如果把鱼雷减伤算上去的话 可能就会落在一万三到一万五左右 那这边可以看到小地图呢 对面航母是把重点放在我们这半部的打击 而且算相当的积极挂FT 应该是想点亮我 让他们家组队的哥伦布来打我 所以这一波我看中间的人有点空 我选择骑AP跳弹剑爆 看能不能摸过去对面后面 去对航母进行一个斩首的动作 好 好 好 哥伦布的防空不算圆 所以这边选择贴哥伦布一点 毕竟乔治亚美国嘛 这个防空靠我们T8的飞机有点不好碰 这边呢我是想绕 额马尔他的右边 不过可以看到他回防得很快 他直接起FT 直接起火箭弹过来放FT 那我这边也是反手挂一个FT 想要去跟他FT进行拉扯 好让我控出 马尔他右边的空间去进行投弹 不过这个时候萨摩耶也过来了 所以即便FT跟他对摇 说实话 我要再绕过去投马尔他 也会吃萨摩耶的防空拳 所以这边选择再多绕一下 而他也是毫不吝啬的 对自己再多放了一组FT 所以我决定不想再绕 这边看他想要右转 先过来进行投弹 但其实这波判断不太好 就是这波应该要 再多绕一圈再投弹了 可以比较确保 侧面接我的AP弹 因为这个船呢 他虽然有转阵 但是原则上 在投航母的时候 你还是用 侧面去投那个第三条 会 比较容易出那个装甲区 放大回航看到家里的导锋 在压制对方的C点 所以这波起 战术中队 去帮导锋 削弱一下马尔他的 血量 顺便 替导锋 就是 争取一些逃跑的时间啊 毕竟这个 马索如果是有点 哦不好意思刚刚说错了 是马索 马索如果是有点RPF 追着导锋跑 他是跑不过他的 那可以看得到 这个剑爆呢 在炸驱逐剑方面 也相当给力 中三颗 就到八千多的伤害了 那一波的话是八架嘛 那如果是投那种 防空比较烂的驱逐剑 你在使用 滑翔头弹的话 可以提高 他的命中率 那四颗以上就是破万的伤害了 对驱逐剑来说 基本上就是半血打击 那中间的乔之牙死了 也就是说对面B点后 是完全门户打开的 所以这波我又决定 再骑一次剑爆 去尝试 给对面的航母 施加一些压力 补充一下 杏隆的副炮呢 最大射程 可以撑到11公里 而且他套用的这个 副炮三部公式 是齐柏林同款的 算相当的好 那日本制的127 穿身只有21毫米 点火率不差 投射量3秒一轮 真心要玩的话 也还是能有 一玩的可能 那可以看到对面 这次又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回防 火箭弹已经过来准备布防FT了 那我和刚刚一样也是 反手放一个FT 去勾他的FT 那我替自己制造一点 这个攻击的空间 那可以看到 右侧的这个FT警告消失了 因为说实话FT很蠢 他 会优先去咬 这个在他圈内的飞机 就像你丢反潜机 他会去咬反潜机一样 所以他判定 我的这个 FT 是优先在他 空域里的飞机 所以优先攻击 刚刚在投弹的时候 他就没有选择 过来 抓我 那由于他放了第二波FT 我也是 没有犹豫 投弹完直接进行F回航 那下一波起 但战术中队 是因为 马索 这个时候抓掉岛峰 已经在往B前进了 那原则上只有我可以亮嘛 那我就起个战术中队 一方面是点亮他 另一方面是干扰一下他踩点 那这边的话 其实不太建议你在投弹 用战术中队投弹的时候 就是W压满了 比较好的情况是 你先用W接近 然后再按减速 去调整你那个投弹的圈 因为他其实 转弯半径比较小 所以你可以去进行一种 类90度的那种 转弯投弹 比较容易命中 像马索这种高机动的船 这边我本来是想投威斯康星啊 不过 这个哥伦布他就 好止不止开炮了 所以我在 用他的烟 当掩体挡 呃 威斯康星的 AA火力的时候 就刚好亮到他 就直接过来丢了 这边可以看得出来 T8飞机 在两艘主力舰面前 飞机掉的速度是相当的快 那同时他其实转半径很小 而且他这个鱼雷机啊 说去很快 完全是可以做到这种 短距离的 回旋头弹 而且他 呃 其实在一般的海域上 他也可以跟罗斯福一样 玩那个 芋涛大回旋 你先进入这个头弹准备 然后在水面平飞的时候 再进行转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的圈其实 就是 惩罚不会太大 就是不太会 像 米德威一样 就你一转弯 那个圈就 一下子就脏的超级大 那这边B点已经成功把马索赶出去了 短时间应该是没有马索的威胁 而且 C点的两艘主力舰 也因为刚刚那一波都后撤 我暂时不需要管他们 我就决定起一对剑爆了 去把刚刚没有收掉的航母 进行最后一波收纹 那这边他 也刚好是看到他在左下角玩鱼雷架 他应该是不会 选择放弃那波攻击 马上回航 所以逮着这个机会 偷偷的摸到他侧面 扛了一下 扛了一下萨摩的AA 不过说实话他这个血量 我两队就收的掉了 所以其实 掉一队是没差的 那这边就是头找了 他有稍微摆一点脚 但他这个 跳弹 恶心就恶心在 他的转正很可怕 好像 而且是跟斯拉 斯拉倫同款的 50 50度 欸 55度的转正 那第二波是 义无反顾的 第二波的话是 没有悬念的 直接把这边的航母收掉了 那原则上 对面马尔他算是 很用力的在挣扎了 你要是说其他单野的马尔他的话 估计第一波 落单 可能就没有抓到残血 然后再起第二波他就没了 那这个马尔他呢 他是 用尽全力的在放FT 攔住我的飞机了 那这边建议大家 就是虽然 性能有个优势是他单架飞机的 制造速度 是 10级航母里面最快的 但 还是不建议用那种 螺师傅那种 大傻臂的方式 疯狂的 摔你的飞机啊 你基本上 在那种硬投航母 如果有 确定会被FT咬到的话 就是 投完赶快回去 没有必要在那边 压补包 硬扛 你这8级飞机想扛什么 是不是 这个曼佛雷德跟纳西莫夫在搞斩首的时候 单次起飞 能对航母造成的这个伤害打击 都没有 杏隆来的这么 恶心 杏隆这个 就是 一组 机队起飞 去抓对面 航母 是真的 真的有点离谱 那怕航母爆点啊 所以我刚起 战术中队帮自己放烟 那这一波是 起 雨雷机 来继续进行 对面推进船的这个 血量削弱 那T10航母的部分啊 可能大家会好奇 哪一些船会被出核心 哪一些不会 那原则上 德国那两台是都不会啊 毕竟 人家有穷甲嘛 那除了 德国那两台之外呢 其他都炸得出装甲去 要注意的是 这个是 艾塞克斯他需要 瞄得比较仔细一点 他有些地方 他不像其他 艾塞克斯以外的航母 撇除掉德航 第三条线 框到 你只要投的出去 打中 保底都会有一颗啊 就没有脸那么黑的话 保底都会有一颗 那其余的部分呢 哦 这边讲一下 这一波投蛋不太有 就是一方面他有白角 另一方面是 这个第二条线呢 建议 稍微跨过去 阻力箭一点点再丢 你要是 刚好切齐的话 他第二次跳蛋的话 伤害就没有 到那么满 可以的话 在投阻力箭 为了维持他 就是 最完整的船程 我会 推荐大家在 第二条线 也不能说第二条线 应该说 第二次起跳之前 类似这样 就是他 还没有跳第二次 但你可以看到 其实有几颗是 已经几乎接触到水面了 所以 刚刚那一波还是 有点 太近 呵呵 他这个剑爆啊 是 58穿 跟 迦赫 虽然是同款 但迦赫 好像是散热船吧 他这个有稍微比迦赫好一点 他有58穿 那58穿的部分呢 10级航母 除了白龙中途岛以及 罗斯福 还有信隆自己以外呢 呃 全部都炸穿 他们好像都是50加版的 都可以靠这个 H1箭爆 呃 战术中队 打出 击穿的效果 所以这艘船呢 就是三个机队都能对 航母造成打 所以才会说他 斩首的 伤害真的恶心 尤其是 那个 AP剑爆 下一个问题可能是 哇 那AP剑爆这么强 那有没有什么船呢 是可以免疫他的AP剑爆呢 哦 还真的有 任何国那条线啊 跟这个 超级克里姆林 就是乌萨克夫 他们是 没有办法被 就很难 我基本上没有炸出来过 就是 用AP剑爆 没有炸出他们过 那 萌大跟路易斯安娜呢 则是 不好炸 就很难炸的出场去 就这样 没了 其他的主意见都是 想炸就炸 你只要 连好一点 头弹不要太别 然后正常侧面进场的话 你就想像他是一艘 也不能说想像他是一艘 你就想像 他是把460的炮弹搬到飞机上面 然后 你现在可以操控 移动式的460炮弹去 精准打击对面的侧面 你想这样可不可怕 好 就好了 最后这边 要给大家演示一下 抓 落单主力剑 好 这个AP剑爆的 火力是多么的 具有威胁性 全身的话 是 側板30 甲板75 那头为是27 这个数值呢 呃 这个装甲数值呢 在航母里面 算 不错的 因为如果有驱逐剑 在追着你 洗的话 他基本上洗不穿你了 但就是怕火嘛 这边我跟我 我前面有提到嘛 不要让他跳第二次 所以我选择一个压比较近 跳第一次 就 去命中 但 呃说实话 你用第一条线丢 他的那个闪步不是很好 他会乱跳 还是用第二条线以内 会好一点啊 四颗 哦 2万 2万8吧 还是2万4 刚刚没仔细看 应该是2万8 那最后一次呢 哦剩两架嘛 有压补爆的情况下 丢杀猪 他是可以丢到三轮 这边是 我在瞄准他的黄狙 就第二炮塔下面 那运气很好 这个闪步 没有 给我漏气 直接命中黄狙 两个状态 一轮就刷了他六万 呵呵 而且他拥有 航母最多的这个七万血量 让杏龙艾达斯比较本钱一点 但同时杏龙他也非常的 怕火跟禁水 因为他的损管跟火烧时间 都是套用主一件 前面有提到 他的 禁水公式啊 不是禁水啊 那个火烧时间 以及他那个损管 都是套用战监的公式 所以 这船就很怕 那种高起火力的船 在盯着你打 因为 你靠你的损管 来不及 去弥补那个 对方 火灾给你造成的伤害 而且他本身船体又很 又很大一个 唉 这东西就是能改变游戏生态的新船 他周四就要上线了 准备好 你的三万六千钢铁了吧 感谢收看我是天恩 我们下次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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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